四敬招 以上寫美平安 同志姆平安 今天早上 你們一定要為我 站在我的左邊的那一位禱告 今天早上 你要為我 站在我旁邊的那位 祈禱 你以為你很可憐 要聽一個 養鬼子的中文 你以為好可憐 要聽一個 翻鬼路的中文 他是更可憐的一個人 我更加可憐 因为他写要翻译我的奇奇怪怪的普通话 因为我要翻译他很奇怪的普通话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1981 82年我就在台北 我记得很多年前在1981年 82年的时候我就在台北 我那两年到台北 那两年我在台北 我在那两年在那边的目的是学习国语 我在那边的目的就是学国语 你从他们的学校毕业之前 你需要一次讲道 用中文讲道 你在那里毕业之前 其中有一次要用中文来到港道 但是我那个时候去的教会叫朝恩堂 但是我那个时候去过教会叫朝恩堂 那个朝恩堂每一个月他们有一个崇拜 特别是用广东话的 朝恩堂每一个月有一个敬拜是用广东话的 结果我刚刚装到那个礼拜 结果我刚刚安排到那个礼拜 所以我有我的录音带放在这个地方 那我就用我的录音带在这里 我有我好朋友在旁边翻译 就像今天一样 那我有个好朋友在我旁边翻译 好像今天一样 所以我是讲国语的 他是翻译广东话的 那我就讲国语 他就讲广东话 我讲了差不多15分钟 我看到每一位坐那边 就有一个很可爱的笑容出来了 那我讲了差不多15分钟呢 我的台队还坐起来附近 跟我的那个录音节目呢 有一个好美来的笑容 我就是继续讲话了 那我就继续讲下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可爱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可爱 慢慢我发现了 我是讲广东话 他是翻译国语的 后来我就发现了 原来我自己呢 就讲广东话 翻译那个人就翻译国语 第二天我把那个录音带给我老师 我跟他讲说 我相信我已经失败了 那我第二天呢 我就把那个录音带给我的老师 我跟他讲话 我可能我已经失败了 他们对我很好 他们还是让我走 他们对我很好 都仍然让我让我走 他们让我毕业 他就是说让我毕业 今天很高兴看到约拿的故事 今天很高兴看到约拿的故事 我很喜欢看圣经 因为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我很喜欢看圣经 因为圣经是我最好的老师 圣经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导 圣经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导 挑战我们在很多方面 在很多方面里挑战我们 约拿是一个特别的人 约拿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他的见证就是挑战我在很多方面 我们刚刚读了经文的目的 就是挑战我们想清楚 约拿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约拿第一章一到三节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护照 上帝告诉他很清楚 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我记得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跟我的同学 就是晚上平常十二点钟以后 开始讨论很多之前很深的题目 我记得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晚上很深夜的时候 就和同学一起来讨论 一些很深奥的题目 我们太清楚 为什么读大学的时候 在那种书学里面 我们都等到十二点钟以后开始谈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大学里面 我们这些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要等到晚上十二点钟之后 就开始聊天了 很多时候会谈话 一直到三点钟四点钟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聊天 聊到只有三点四点 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都是阿门 然后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 在堂上面 我们就是一直不停地说阿门 有一个题目 我们以前常常谈的 有一个题目 我们以前经常来谈论的 就是这个护照到底是什么回事 就是这个题目 究竟这个呼召 究竟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了解 到底神的旨意是怎么样 我们要了解 究竟神的旨意是什么 他要怎么样地用到我 他要怎么样来用到我 这个约拿在那方面不一样 这个约拿在这方面是不同的 他不需要猜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他不需要在那里猜 究竟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我很嫉妒他在那方面 我对于他这方面 我有特别的嫉妒 上帝告诉他那么清楚 你到你那里去 上帝很清楚告诉他 你要去哪里迷 他不需要猜猜猜猜 他知道他应该去那地方 他不需要在那里猜 究竟神叫他去哪里 结果呢 结果怎么样呢 因为他心里面 还是有偏见 因为他心里面有偏见 他不想去 他不想去 他清楚上帝给他怎么样的责任 但是他不愿意接受 他很清楚 看见上帝给他什么责任 但是他不愿意接受 但是我们要记得 以色列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 以色列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 在他们的历史里面 他们已经被很多别的国家利用了 在他们的历史里面 他们已经被很多个国家利用了 他们是被别的国家 就是算他们的佣人 他也都被很多个国家 利用他们是他们的佣人 上帝跟他讲 你到你那里去 他就是觉得 我永远不要到那边去 所以上帝跟他说 他说叫他去利利迷的时候 他就对神来说 我永远都不要去那里 我对那种人什么负担都没有 所以因为我对那些人 完全没有负担 我不要可怜他们 我不要可怜他们 我可以看不起他们 但是我不会可怜他们 我可以看不起他们 但是我不会可怜他们 我不要把你的好的消息给他们 我不要把你的好消息告诉他们 所以这个故事 还甚至说很清楚 他的见证是说 你到右边去 但是他说没有 我要往左边去 这个信息很清楚 我告诉他们 就是他明明知道要去右边 但是他就选择去左边 那个结果呢 他跑到塔斯去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他走到塔斯去 跑着的时候 他就是用船跑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香港去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香港 我那个时候呢 我用的时间考虑去 是很长的时间 我那个时候用了很长的时间 去考虑究竟会不去 我没有就是马上说 可以去 我就没有立即说我可以去 但是我的问题是 我还是不完全清楚 这个真真的是神的旨意 或者是我自己的想要 我不知道那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 究竟很清楚 这个究竟是神的旨意呢 还是我自己想去 约拿知道 但是约拿知道 所以他在船上 所以他在船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跑跑跑 我们看得出来 他一路走 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像一个小的台风来了 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后来有一个小台风来 就是有风 就是天气变了 那个天气有变化 那些海浪越来越大 那些海浪越来越大 很危险在船上 很危险在船上 那些船上的其他的人 全部都是拜拜拜拜 那些船上其他的人 都是一路都是拜拜的 结果呢 他们看到他还是在船的里面 就是睡觉了 那么轻轻松松 但是我们呢 但是那些人呢 看见约拿呢 还在船上 很轻松地来着睡觉 他们就是对他说 有没有搞错啊 那么他们就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搞错了 怎么都是不能相信 他怎么会这样子的 他们可能不能相信 为什么我们这么惊 他还在那里睡觉 结果呢 他看着他们 跟他们讲说 你们的拜拜是没用的 他提醒他们说 我所敬拜的是耶和华 所以他提醒他们说 我所敬拜的是耶和华 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 在这方面 我觉得圣经在这方面 很有意思 他们一听他说 他是敬拜真神 他们怕怕 所以他们当那些人 一听见他是敬拜真神的话呢 的时候呢 他们就害怕他 虽然他们有 他们自己的偶像 拜 他们还是知道 心里面也完全清楚 这个世界 真的有一个招务主 虽然他们是敬拜假神的 但是他们 心里面很清楚知道呢 这个世界有一个真神 第十节说 他们是怕死的 在第十节那里记载呢 他们是怕死的 因为他们知道 是那么危险的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 是那么危险的事情 他们也知道 这个约拿是不够尊敬 这个招务主 他们也知道 这个约拿是不够尊敬 他自己的做物主 弟兄姊妹 从这一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学习 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这一段的说话呢 我们可以学习 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你怎么用你的生命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怎么样去用你的生命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事情 不是你私人的事情 不是你自己私人的事情 你怎么用你的生命 可以影响到别人的生命 你怎么样用你的生命 可以影响到别人的生命 他很自私 以为我到他市区 我到什么地方去 那是我私人的事情 他非常自私的讲话 我现在去他市 我终于去哪里去哪里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但是船上的人 也是受到他的罪的影响 但是船上的人呢 也都受到 因为他的罪的缘故 船上的人 也是差一点死掉了 在船上的人呢 也都差一点死了 假如我们没有 跟着神的旨意走 释放他的话 我们的罪 可以影响到别人 如果我们没有 跟随主的道理 来到跟随主行的话呢 我们自己的罪呢 会影响别人 这个越南很有意思 他慢慢地 就是承认了他的罪 他说你们最好呢 就是把我丢在水里面 那么越南呢 人很有意思 他就承认了自己的罪 他已经感觉 上帝找到他 抓到他 他没有希望 就是最好我死掉了 就算了 所以他就感觉到 上帝已经知道 他在做什么 所以他就说 他最好呢 就死就算了 但是船上的人 不要杀掉人 但是船上的人 就希望不要杀了人 他们也怕 他们也怕 他们怕耶和华 也会审判他们 他们也都怕 耶和华 来审判他们 但是最后的结果 他们没办法 他们真的把他丢在水里 但是最后的结果 他们没办法 结果真的将 越南呢 扔到他 几年前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跑到香港去 几年前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去到香港 他来到香港的时候 他已经 那个时候快了七十岁 他来到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 他已经就来七十岁 他一到香港 他跟我分享 他的见证 他一到香港 他就向我 来到分享 他的见证 他跟我讲说 他差不多十七岁的时候 受到了上帝的感动 他说 他向他十七岁的时候 受到上帝的感动 神给他感动 他应该 做猜权工作 神感动他 应该做猜权的工作 但是 妈妈爸爸的压力来了 但是 父母的压力就来了 社会的压力来了 社会的压力来了 慢慢的 他的先生的压力也来了 然后 他的先生 慢慢的 他的先生的压力都来了 他的妈妈爸爸 给他压力 就是说 你留在美国 他的父母 给他的压力 就叫他留在美国 而且 他的妈妈 他就是认识 他的先生 他的先生 当然也给他压力 然后慢慢 他就认识了 他现在的先生 然后他先生 也都给他压力 但是 他差不多 六十五岁的时候 他先生过世 他差不多 他差不多 六十五岁的时候 他的先生去世 所以他七十岁 跑到香港去 所以他七十岁 他就来 去到香港 他那个时候 跟我分享他的见证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让我感觉很难过 他说 从我差不多二十岁 一直到现在 我只是觉得 我真的有一点 浪费了我的生命 他说他差不多 他说他差不多 从二十岁开始 一直到他现在 他自己去思想的时候 他觉得浪费了他的生命 他说上帝给我 上帝给我好好 给我好的工作 给我好的工作 给我好的先生 给我好的孩子 但是在我的心里面 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知道 我所选的路 还是不太对的 但是在我的心里面 一直到感觉到 我到现在为止 我所选择所行的路 都是不是太对的 五十年前 上帝告诉我 我应该做差船工作 他说五十年前 上帝告诉我 应该做差船的工作 但是我不做 但是我不做 我听到那个的话 我觉得他 当然我要让他感觉舒服一点 我跟他讲了多一点 没有你没有浪费了 没有浪费了 所以当我听他讲的时候 我实际上心 我就想来 你都勸勉他 就跟他说 你没有浪费到 但是他的心里面 还是有那个感觉 但是他的心里面 仍然有这个感觉 弟兄姊妹 假如你孩子 受到上帝的特别的呼召 做差船 你不要把他们 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妹 如果你们的儿女 上帝呼召他们 做差船的时候 你们不要将他留下 你感谢主 就是让他们跟随神 你要感谢主 就让他们能够跟随主 这个呼召非常重要 这个呼召非常之重要 我几个月前 在沈阳做一些培训 我几个月前 在沈阳做培训 做这个培训 我觉得是很好玩的培训 我在这里做 我做这个培训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玩的培训 那一部分我们给的培训 是怎么做差船 就是怎么做福音工作 其中一段的培训 就是我们跟他们教导 就是怎么样来做差船的工作 那天我们有差不多七十个人 在一个房间里面 我们那天差不多有七十人 在一个房间里面 我们有一天的一整天的培训 我们有整天一整天的培训 那个房间应该可以坐最多 差不多五十个人 那间房间最多可以坐五十人 但是我们有七十个人 但是我们有七十人 在这个房间里面 所以慢慢可以真的懂了 那个人山人海的感觉 所以你就慢慢感觉到 那个人山人海的感觉 我记得那天有多一个人来 我们跟他讲说 没办法放不进去了 结果那个人来多了一个人 我们跟他说真的没办法 你入不了来了 在那个培训里面 我们就是挑战了他们一些 在路上多一点传福音 我们那天的培训 其中一点就是挑战他们 在路上能够更加多来传福音 我们也有四个人坐着在前面 我们有四个人坐在前面 那四个人就像一个小的表演一样 就像一个表演一样 我们这四个人好像表演一样 所以我们有两个坐在前面 往这个房间 他们的后面有两个人 也是往一样的方向 两个都坐在这里 持着一个方向 后面有两个人 坐在这里 持着另一个方向 我们跟他们讲说 OK 现在你们就是在公车里面 我们跟他们讲说 你们现在就好像 在坐在公车里面 有一个是基督徒 有一个是基督徒 你对那些其他人 怎么分享耶稣 你对其他的人 怎么来分享耶稣呢 结果他们就想试试看 他们结果就想来试试 他们没有用过那个方法 他们没有用过这个方法 但是他们都想练练 但是他们都想去试 第二天早上 那个培训做完了之后 第二天早晨 这个培训做完了之后 第二天我到一个教会去 那第二天呢 我去到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也 当然是家庭教会的 这个是一个家庭教会 结果我到那边就会 我一进去 我听到 那个牧者就是 带我到这个 一个房间去坐坐 但是我可以听到 一个人在前面 已经开始讲话 那我进去之后 那个牧者 负责人呢 带我去一个地方坐下 但我已经听见 在另一个方向 有人在那里讲话 那个就像我在这个房间 这个门进来 我就是走到那边 有人在这边 已经开始分享 他的见证 那我在那个门里 好像好像 我在那个门里 走到那里的时候呢 这里已经有人 在这里分享 我到了那个教会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什么人 在那边 是参加了 昨天的那个培训 因为我去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教会 有些人是昨天 参加过这个培训 结果我听到 那个人分享 他就说 哇 我非常感谢主 我结果听到 那个人的分享 就说他非常之感谢主 他说我今天早上 在公车里面 他说我今天早上 在公车里面 我第一次 跟别人分享见证 我第一次 向别人分享见证 今天早上 我有好的消息 是报告 现在我们有多一个责妹 我今天早上 有好的消息 来报告 就是今天早上 我们多了一个姊妹 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可以带领别人信耶稣 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带领别人信耶稣 他就是需要人挑战他一些 他就是需要有人挑战他 对他有这个挑战 很多时候 我们就需要人在后面 给我们多一点鼓励 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需要人 在我们后面 给我们这个鼓励 那个不是说 我们不够聪明 怎么被神用 这个不是说 我们不够聪明 不知道怎么被神所用 有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们就是不够勇敢 很多时候 我们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不够勇敢 约拿呢 他不够勇敢 约拿呢 就不够勇敢 他也不相信 上帝可以爱 他也不太了解 为什么上帝可以爱 这些其他的人 因为他不相信 也都不能够了解 究竟神 怎么解能够爱其他的人 但是我们看第二章那边 但是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 他已经被丢在水里面 那时候呢 他已经被丢到水里面 我们可以已经知道 上帝安排了一个一条鱼 一个很大的一条鱼 大家都知道 上帝已经安排了一条鱼 好大的鱼 第一章第十七节 就是说那条鱼吃掉 约拿 在第一章第十七节的时候 就会记载到约拿 就被那条大鱼吃了 今天早上我也可以问你们 到底在我们当中 有几个人有经验 留在一条鱼的肚子里面 请你举高你的手 今天早上我想问大家 究竟在大家当中 有哪个人有经验 曾经在一个鱼头里面 我看不到很多人的手 好像没有人举手 看不到哪个人举手 我有那个经验 我有这样的经验 不是真的那种一条鱼 不是真正的一条鱼 但是我有经验 但是我有经验 从神跑走 在神面前逃走 我的第一次到东方去做猜船工作的话 我第一次去东方做猜船工作的时候 我的时间不止是三天 在鱼的肚子里面 我的时间不单止是三天 在鱼的肚里面 我用差不多四十天 我差不多有四十天 我跟神讲话 我跟神讲话 就是说神拜托 可不可以让步一些 那我跟神讲 我拜托了 可不可以你让一下子 有没有什么国家 可以去比较近一点 像个太远 可不可以有些国家比较近一点 香港对我来说太远了 我那个时候 我在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州 就是德州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 就是德州 我住在德州 当然德州是最重要的 我在那边出生长大 因为德州对我来说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在德州出生 但是我以为 我可以到墨西哥去没问题 但是香港开玩笑神 拜托 那我就打算去墨西哥 就好了 近近地去香港远一点 所以我用的时间 差不多四十天 天天祷告 神有没有希望可以让步一些 让我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我的时候 在四十天 天天都和神祈祷 来都和神讲 有没有商量之地 可以去近一点的地方 所以我看到这个约拿的三天的时间 我算是很短的时间 所以我看见约拿的三天 我觉得是很短的时间 但是第二章那边 我们可以看这个约拿的悔改 真的是很有意思 他这里的悔改 我觉得很有意思 第二章他就是说 神啊我的错 他第二章他就说 神啊我的错 他就是承认了他有很多弱点 他承认了他有很多弱点 他就是觉得他很可怜 他觉得他自己很可怜 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 最后的结果我们知道 第二章第十节 第二章第十节 上帝就是让他有多一个机会 弟兄姊妹 好的消息 好的消息是在这种经文里面 好的消息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的上帝是给我们多一个机会的人 我们的上帝是经常给我们多一次机会的人 那个神真的是给我们很多机会的 这个神是真的给我们很多机会 我们很多很多时候第一次不够听话 我们很多时候第一次我们都不听话的 但是神可以怜悯我们 但是神可以怜悯我们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神是那么有耐心的 我们很感谢 我很感谢我们的神 是这么有耐心的神 到了第三章那边我们可以看服从 我们到去到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服从 我们可以看在这边 我不会看到一个 这个牧者还是很有意思 我们去第三章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牧者很有意思 第三章第一节那边 就是说第二次的机会来了 第三章我第一次就提到 第二次的机会来了 所以他真的到你里面去 所以他真的去了你里面 但是虽然他去 他的态度还是有一点挑战 但是他虽然是去了 但是他的态度都仍然有一些挑战 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听过哥培里的讲道 大家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听过哥培里的讲道 他的讲道呢 平常是怎么样的 他平时的讲道是怎么样的呢 他一定会跟人讲说 上帝爱你们 他一定会跟你说 上帝爱你们 他会说上帝想原谅你们的罪 他也都讲到说 上帝会想原谅你们的罪 他想关心你们 他想关心你们 很想跟你建立好好的关系 他很想跟你建立一个 很好的关系 他讲了很多很温柔的那种话 他讲了很多很温柔的说话 但是他也会说 犯罪是犯罪 但是他也都讲话 犯罪就是犯罪 但是你们还是有希望 因为上帝很愿意 原谅你的罪 但是他说 你们仍然有希望 因为上帝很愿意原谅你们的罪 约拿的讲道内容不一样 约拿讲道的内容 不是一样的 约拿的讲道法 我相信在神学院的话 他一定会失败 约拿讲道的方法 假如他在神后院的话 他一定会失败 不会隔阂 没办法 没办法合格 第三章第四节 第三章第四节 他的讲道法就是说 好 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 很高兴地承击个机会 骂你们说 四十天后上帝会审判你们 就是这样子 还敢生 约拿呢 就去到你 你不是一生 我已经说了 她是最可怜的 就宣告去到那里 就只是说 你再等四十天后 你这里整个就会毁灭的了 是这样子 你看 你看 你看一下怎么样 爱呢 爱在哪里 爱在哪里 看不到关心 完全没有关心 因为事实上 约拿没有对 另一位人有什么负担 因为实际上 约拿对于 迷迷迷城的人 完全没有负担 她去了做猜船工作 但是她的态度还是乖乖的 她是去了做猜船的工作 但是她的态度还是乖乖的 所以服从存在没有错 她说 所以这个服从是存在的 没错 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 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 这个朋友呢 只跑到 派基斯坦 派基斯坦 她这个朋友呢 走到去派基斯坦 她从中国的一个教会出来 她是由中国一个教会出来的 中国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 是对国外的拆船工作有负担 在中国 现在国内的电影节目 有很多是对国外的拆船 有好负担 有好大的负担 这个朋友刚刚从那边回到中国了 她在派基斯坦的时间 差不多三个月 那这个弟兄呢 就刚刚在这个派基斯坦的地方 回到中国 她在那边有三个月的时间 她回来中国的目的 就是跟她太太跟孩子们 准备跟她一起搬到那边去 她回来的目的 就是准备跟太太 和她的子女 一起搬去那边 这个朋友呢 已经跟我讲说 就在那边 对她来说很辛苦 她这个朋友对我说 在那边呢 对她来说很辛苦 她说 她从来没有想过 学第二个语言 是那么大的麻烦 她以前没有想过 会开始学第二个语言 她不知道是那么大的困难学习 她不知道有那么大的困难去学习的 但是呢 她还是说 上帝给我这个负担 我还是应该去 但是她都说 上帝给我这个负担 我仍然是应该去的 这个人去的原因 这个人去的原因 是因为她要服从神 因为她要服从神 我有一个童工 从美国的奥克拉厚马那边来的 我有一个童工 从美国的奥克河马州来的 她以前在奥克拉厚马那边 牧养一个华人教会 她那时候在奥克河马州 牧养一个华人教会 她跟我讲说 她觉得他们的那个教会的发展 是蛮不错 她觉得她那个教会的发展 是挺好的 每一年他们有三十多个人受禁 她每一年 他们有三十多个人受禁 她非常感谢 她在那个华人教会 可以看到上帝是那样的祝福他们 她很高兴在这个华人教会里面 看见神这样来祝福他们 但是她搬到中国那边做猜船工作以后呢 后来她就搬到中国做猜船工作之后 她每一年可以影响超过两千个人 她每一年开始影响超过二千人 她跟我讲说 她现在没办法回去 她现在对我说 她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去了 她本来要到东方去 暂时留在那边 可能两三年 现在说 没办法回到奥克罗马那边去 她本来去的时候 她说她的计划 是打算在那边留两三年 但是现在她跟我分享 她说她不能够 没有办法再返回奥克罗马 她说 她从来没有想过 上帝可以那样子用到她 她跟我说 她完全没有想过 上帝可以这样利用她 她就是培训了中国的弟兄者 没站起来被神用的 她就是培训了中国的弟兄姊妹 然后令到他们站起来 能够被神所用 她训练了他们怎么传福音 她也训练他们怎么给别人收尽 所以那个结果就是反制 她就训练他们 怎样去传福音 然后再训练他们 怎样为别人受证 结果她的成果就是加倍的 倍增地来到成果 她为什么去 她为什么要去 服从 服从 上帝给她 应该走的路 她就是觉得她应该跟着神 上帝给她应该走的路 她就觉得她应该跟从神 在第三章那边 我们可以看 虽然她的 那个约拿的讲道法 是那么奇怪 虽然我们在第三章 看见约拿讲道是非常之奇怪 上帝还是用了她的讲道法 但是神呢 仍然是用了她的讲道的方法 因为到了第三章 第五节我们可以看 那个国王跟她的那些公民 都是心里面受到那个挑战 在第三章 第五节的时候 我们看见 这个整个神的人 包括她的国王 和大神 都受到她所讲的道 被挑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讲道 真的是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她的讲道 真的不是非常之清楚 因为她的讲道 目的不是真正的看到 他们的悔改 虽然上帝已经是这次给她的 第二个机会跟从她 她不愿意那些人 真正的变成上帝的手里面的人 虽然上帝 这次给她是第二次的机会 但是她仍然是不希望 这些人被成为上帝手下的人 第九节那边就是讲说 说不定 我们悔改有希望 第九节那里有提到 说说不定 这些人回头可能有希望 意思是说 她还是讲得到 让他们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这个会有这个结果 就是说她的讲道 希望他们不能够百分之八清楚 知道他们这么做 有这么个结果 但是第十节讲得很清楚 但是第十节就讲得很清楚 第十节就是说 上帝看到他们的悔改 他就是改了他的计划 所以第十节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 这些人 神看见他们的悔改 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 神就改变了他的计划 所以上帝不只是给约拿第二个机会 所以上帝不单止给约拿第二个机会 他也是给了这些妮妮威人 第二个机会 他都给了妮妮媚人第二个机会 所以碰到第四节那边 我们应该看到 全世界最成功的一个牧者 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全世界最成功的一个牧者 他应该是非常高兴 他可以影响到十二万人口 因为他应该是非常之高兴 因为他影响了十二万的人口 我相信今天早上 假如我们有何牧师来到这边讲到 有十二万人口的人 就是来到这边说 他们要悔改 他会变成全世界最喜乐的一个牧者 今天早晨 何牧师在这里讲道 有十二万人归主 所以他应该成为一个 非常之喜悦的一个牧者 但是我们在第四章 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看到的反应 好像不是那样子 但是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看到的回应 好像不是这样 约约的反应 他说 哎呀 我很可怜 约约的反应 就反而说 我很可怜 他说 哎呀 我没面子 然后他就说 我没面子 假如我是跟我自己的同胞们在一块 他说 假如我跟我自己的同胞在一起的话 那个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尼尼尾人 我的同胞们都会觉得 我好像浪费了时间 但是为了这些尼尼尾人呢 我的同胞可能会觉得 我在这里浪费了时间 我们的同胞 都是对尼尼尾人 没有什么负担 我的同胞 对于尼尼尾人 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我到他们当中去分享 这种好的消息 我已经 已经是做得好像是不太对的 我在他们当中 来分享这些好消息 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好像不是太对 第四章我们看到 乖乖的态度 我们第四章 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态度 他的价值观有大的问题 他的价值观有很大问题 所以上帝就是要 我相信那天上帝大概就是 看着他就想 哇 我怎么会选这样子的仆人 我觉得上帝 我又可能会说 哇 为什么我会选这样子的仆人呢 说不定上帝很多时候看我 也是有那种态度 可能上帝看我 都是有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态度 因为有时候我成功 有时候我失败 因为有时候我成功 也有时候我失败 这个约纳 他真的是有这种问题 他真的是太自私了 那约纳呢 他真的有这样子的问题 他就是想他自己 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 真的有一个非常之自私 自私的一个情形呢 就是说 他只是想到他自己 所以神就是看他 就是想说 哇 我怎么给他教导 所以神呢 就觉得说 看着他的时候 就说 我应该怎么来到教导他呢 那天天气很像香港的天气 那天天气呢 好似香港的天气 很热 很潮湿 好热 有的也都很湿 我可以想到香港 好几个山顶上 就是他跑到那种地方 就是看整个的香港 我可以去到香港的山顶上面 来到看下去 就看见整个香港 这个故事在第四章那边 第一到山顶 他跑到山上 就是看见那个泥泥尾 所以第四章 一到三章里 广东 若拿走到一个山上面 来到看下去 看见整个泥泥尾 但是他的样子呢 很像小孩子吃的 骨骑包衰 所以他的样子呢 就好像小孩一样 就是骨骑包衰 就是骨骑 大的挑战 好大的挑战 因为他的态度有问题 因为他的态度有问题 他在每一方面 看到什么东西 都先想到他自己 他自己 他在任何方面 来到看见任何的事情 他才想到的呢 就是说我自己 那天 上帝是特别有 上帝一个神迹存在了 那天上帝呢 特别给他一个神迹 有一种植物长大了 有一种植物呢 就长大了 那种植物有大大的叶子 那种植物呢 有很大的叶 说不定他的思想 很像中国的女孩子一样 就是很怕晒太阳 白皮肤 所以他的思想 可能好像中国的女孩子一样 就很怕晒太阳 为什么呢 因为希望皮肤白痴 所以他 我们应该理他 所以他们跑到那些植物的下面 所以他就躲在那种树叶爬下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什么呢 结果呢 植物死了之后 他的反应呢 结果那棵树死了之后 他的反应怎么样呢 多一次了 多一次 他跟神说 有没有搞错啊 他多一次跟神说 有没有搞错了 因为他就是看神 就是说神 拜托你 关心我一点 好吧 他呢 实际上 他就对神说 我来到 拜托你 你应该关心我多些 我来到我们的敌人当中 穿 穿你的福音 结果呢 你还是不会让我 舒舒服服的 坐在这边吗 为什么你是对我这样子 他呢 就对神说 我现在来到敌人当中 来到传你的福音 现在你应该对我好些 为什么你要这样来对我 我已经面子都没有 我现在已经 没有面子了 已经 我已经跑到 我不想来的地方 我已经去了 我原本不 不喜欢来的地方 我就是有一个要求 我只是有一个要求 让我轻松地坐在这边 休息一会儿 让我呢 能够轻松地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但是神在 第四章十一节 给他一点教导 但是神呢 在第四章十一节 给他一个教导 他跟他讲说 你看 你的关心真的是 在错的地方 神对他说 你看一下 你的关心呢 是错的 你的关心是放在 你自己的身上 不是放在 十二万人口的身上 他说 你的关心是 关心在自己 关心自己 不是关心 这十二万的人口 他说 你关心的是 你私人的舒服 你不了解 我关心的是 那么多人的生命 他说 你关心的是 自己的舒适 但是你没有看到 我所关心的是 这十二万的人的生命 几年前 我在中国的一些 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当中 我几年前 在家庭教会的领袖当中 我们谈了一个题目 是关于 他们的安全感 我们其中 讨论的一个题目 就是关于 他们的安全感 很多时候 我们是为人祷告 是因为我们 求神给他们安全 我们很多时候 为他们祈祷 是求神给他们安全 给他们平安 给他们平安 但是我跟那些 弟兄姊妹 在一块的时候 我听他们的安全 平安的思想 跟我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当我 跟他们的 弟兄姊妹一齐的时候 我发现 他们所 想的安全 和平安 和我所 想的安全 平安 好像不是一样 他们说 他们要神给他们 平安 安全 意思就是说 他们要神 继续保护 他们的负担 他们所 他们所 说的 求神 给他们的平安 和安全 实际上 是说 神 继续 给他们 有平安 的一种负担 他们怕 他们变成 太舒服 的基督徒 他们怕 他们会变成 很舒服 和很舒适的基督徒 他们怕 他们会变成 冷淡的基督徒 或者 他们怕 他们变成 懒惰的基督徒 冷淡的基督徒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约纳的问题 这个是约纳的问题 约纳好像 一点不明白 上帝给他的负担 应该是怎么样 你看约纳 好像一直都不明白 究竟上帝 给他的负担 是什么 他的负担 是从上帝来的 但是他的负担 是从上帝来的 那个负担 不是为了他自己的 舒服 是为了别人 这个负担 不是为了自己的 舒适 是为了别人 弟兄姊妹 为什么上帝创造你 他创造了你 是因为他要你侍奉他 他创造了你 是因为他要你侍奉他 他要祝福你 他要祝福你 他要给你喜乐 他要给你喜乐 约纳应该在这边的 建政里面 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一个人 但是约纳在这边 在这一篇建政里面 应该是最喜乐的人 但是就是因为 他的态度不对的话 喜乐不再 因为他的态度不对 所以他的喜乐 不存在 他伤害了他自己 他伤害了他自己 但是上帝还是用了他 但是上帝仍然是用了他 弟兄姊妹 圣经说 没有异象 人们放逝 第一姐妹们 圣经讲 人没有异象 人们便放逝 放逝 我不知道 上帝给你怎么样的感动 我不知道上帝 给你的感动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教会的意象是怎么样 我也都不知道 你们教会的意象是什么 但是拆船工作 不是你们可以选的一件事情 但是拆船工作 不是你们可以选择的一件事情 假如你们是健康的教会的话 你一定会做拆船工作 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 那是我们的责任 圣经里面 是讲得很清楚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不只是责任 但是不单只是责任 全福音是一种祝福 全福音是一种祝福 因为耶稣说 祂是真理 道路跟生命 因为耶稣说 祂是道路 真理生命 假如祂真的是生命的话 假如祂真的是生命的话 我们应该很自然的 很喜乐的被神用 分享这种好的消息 别人有希望是因为我们敢被神用 别人有希望是因为我们能够愿意被神所用 让那最宝贵的一个喜乐 应该是因为它是被神用的 让那最宝贵的一个喜乐 应该是它是被神所用的 今天早上我来到你们当中的目的 就是做拉拉队的工作 我今天早上来到你们当中的目的 现在就是做拉拉队的工作 我就是想为你们祷告 我就是想为你们祈祷 求你们很勇敢地跟随神 我求你们很勇敢地能够跟随神 希望你们很大胆地跟随神 我希望你们很大胆地来跟随神 不会让什么控制你们的差传的那种心 不会说有其他的责事 来控制你们差传的心 我们现在祷告 我以该起头 财的天父我们特别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早上合在一起敬拜你 神你知道我们每一位都是软弱的 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在我们的房间里面 但是神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里面 神我们求你真的是用到这个约拿的见证感动我们 挑战我们 神我们要看到他的态度是控制了他的喜乐感 我们不要变成那种仆人 我们要变成一个很兴奋的那种 很高兴的那种基督徒 因为我们是很勇敢地跟随你的旨意走 我们要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觉知信靠你 神假如你要我们的这个教会 参加国外的差传工作的话 我们会感谢你 我们会安排看到你的祝福会带领我们怎么样 假如你要我们就是留在多的 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地方做差传工作 我们也会赞美你 神最重要我们要找到你的旨意 你的护照是最宝贵的 神我们非常感谢 你要带领我们 你要祝福我们 神我们真的是想今天早上 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里面 不是说我们是很了不起的基督徒 我们很聪明的基督徒 我们就是要谦虚来到你的面前 承认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不是标准的 但是我们也相信你可以拥到我们 神我们是非常感谢 我们相信 假如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手里面 你一定会拥到我们 你一定会祝福我们 神我们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